舉辦就業博覽會 想吸引新鮮人加入 外界總認為頂尖大學求職有優勢 但近期有台大學生疑惑發文 表示自家親戚是新竹某科技公司主管 卻說起眼用人在頂大中最不愛用台大 因為更喜歡聽話的新鮮人 但大家都知道台大問題最多 出社會各種事得從頭學 非台大生也更願意學 會有比較有自己想法是沒錯啦 可是應該沒有到那麼誇張 完全沒有那方面的知識的話當然還是會啦 可是較多還是會去自己去私下處理那些東西 有跟我的主管起過衝突 因為教學的方法不太一樣 還是會保住我的工作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以我的做法來 但是會會折衷啦就是折衷 也是看主管怎麼樣的人 而根據人力銀行統計 大學品牌力十大指標中 像是知名度 職務能力 未來能力等六大指標 台大都居冠 但在性格優勢上則是中山大學 城大 陽明交通大學 位居前三名 企業聘估員工除了考量指標 當然也很重視能不能長久共識 頂大的學生出入比較多 所以關於他們在事務所能夠認職的期間長短 也是一個重要的考量依據 所以我們都會去綜合評估 不管是否是頂大的 研究發展還是設計 當然要這類人最主要就是 理工系去想是比較明顯 我個人想法就是我早越早有能力 越好的人是越好 你要看每個人特質是做什麼樣的 團隊是最重要 而薪資也是個大問題 相對來說中小企業給出的待遇 不一定能符合頂大期望 學歷是招工作的要素之一 但性格優勢和工作能力 也是企業重視的條件 華視新聞張榮甫 沈立榮 台北報導